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北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磁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清代雍正时期的坟采 牡丹文婉 雍正时期的坟采呢 大家记住有几个特征 第一呢就是他用的这个磁胎呢 就是磁本身烧出来的是非常白的 非常洁白 而且呢 胎骨呢特别的坚硬啊 又呢特别的肥厚 特别的银润啊 有这种温润如玉的感觉 第二呢就是他用的这个粉采的这个料啊 这个渲染的特别的精美啊 这个像这个叶子啊 大家看啊 这个绿它其实是有四种绿 仔细看 它会有四种不同的绿 而且呢它在表现这个 这个树叶的啊 就是这个 叶脉啊都表现的非常的 充分 就是它表现这种阴阳 另外呢它这个花朵上在运染的时候啊 用的这个玻璃白打底以后 运染的特别的好啊 虽然是说它有稍稍的突出这个表面 但是呢并不是说的所有的部位都是全部都是突出来的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特别是像这种粉色和白色的这种花朵啊 那些后世的一些防品 它的那种啊 运染的呢效果很差 而且呢色彩的变化那种渐变做的很突兀 就很容易变得分辨得出来啊 大家看这些啊 这个叶子呀 画的也是非常的细啊 用的这个细笔啊 这个线条画的非常的优美 清代三清三代时期 它的这个磁胎呢 变得更加洁白呢 是因为在配幼的时候啊 它加入了在明代的幼水的基础上啊 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分 因此呢 使得它的幼更加的洁白啊 白度提高了很多 并不是说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景德镇的磁器呢 元代的清花瓷也好啊 还有到明代的这个清花瓷也好 甚至于所说的甜白幼啊 都会在里边啊 闪出一些清来 那么到了这个清代呢 也有闪清的时候 但是呢 就已经比啊 这个明代时候呢 要提高了很多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分辨的 看这个胎骨啊 能够看得出来非常的洁白 非常的细腻 说明呢 它的这个胎土在淘制的过程当中呢 是非常的精细了 虽然那个时期没有什么电动的 这个球膜机啊 也是说明官窑瓷器在制作当中啊 肯花大价钱和肯花力气 进行的这种精心的制作 这是特别是雍正时期的瓷器 特别的精美啊 尽管是在育儿厂生产啊 也不输给这个啊 所谓这个造办处生产的那些个法郎彩瓷器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胎啊 他的幼不输 因为那个呢 法郎彩的胎幼这个这个瓷呢 也很多都是在景德镇烧好的白瓷 运到这个紫金城里边啊 由造办处来造 那么这个款制呢 这些特征 我也把这些这个明细的呢 也都展示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呢 通过这一支碗能够学习到这个 雍正粉彩的一些知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 代为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